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告个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奏你的慈爱 阿弟诉说你的恩典 相信我们在家里有蒙耶稣的祝福 耶稣的带领 好 我们现在一起提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今天我们感谢你 我们有机会可以来到人的面前 谢谢你的话语 求你恩告你不陪的仆人 在你圣灵把你的话语 传递给我们大家 我们分享的 我们听到的都得到力量 我们奉耶稣的名声上感恩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旧业呢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那就是大威 大威呢 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战士 当时呢 扫罗在追赶他 所以呢 他到处流浪 到处去找人家 然后呢 帮助他 然后有一天呢 他 与他的那个军队人呢 都到了一个地方 然后第三日 大威和跟随他的人到了 喜格拉 亚玛利人已经 倾多南地 攻破喜格拉 然后呢 用火粉烧 捋了城内的妇女 和其中的大小的人口 却没有杀一个 都带住走了 然后大威 他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 不了城已经粉烧了 然后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 烧毁了 城已经烧毁了 他们的妻子儿女 也都被留去了 大威和跟随他的人 就放声大哭 只哭到没有力气 然后呢 大威的两个妻 也耶稣列人 亚西温 合作过 拿把旗的 加密人 亚比戈 也比该 也被离去了 大威甚至 焦急 因众人为自己的恩女 苦恼 说用舌头 打死他 大威 却依靠 耶和华 他的神 心里坚固 那 今天我想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大威 依靠耶和华 他的神 那这个是在这个 旧约呢 三摩尔纪上 三摩尔纪上 第一章 第三十章 第一节 到第四节 到第五节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大威的故事 大威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皇 但是他 他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 他的生活 他的生涯 也是呢 受到很大的挫折 很大的 很多的压力 这个就很 这个一个很简单的比例 那就是呢 当时大威的军队呢 都想用石头 打死他 但是呢 就在这个情形之下 想想看 大威的好朋友 耶拿丹 他也不在他身旁 大威的妻子 也不在他身旁 大威的亲戚 没有一个人在他身旁 他所最亲近的将军们 都想打死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太太被捋去了 他们的孩子被捋去了 所以呢 大威 无路可走 他只能问什么呢 依靠 耶和华 他的身 心里坚固 然后呢 大威去问耶和华说 我追赶敌经 追得上吗 追不上呢 耶和华说 你可以追 必追得上 都救得回来 所以呢 当他依靠耶和华 心里坚固的时候 换句话说 他就相信 耶和华 一定可以帮助他的 所以他就请 去问耶和华 最后他就追赶 把他的这个 他的妻子们 孩子们 他的这个六百名 他的跟随 他的 军队 军队们呢 每一个人 的太太孩子呢 都把他们 大威来 平平安安无事 为什么呢 因为大威 依靠耶和华 他的身 那这个故事 告诉了我们说 在我们的人生中 可能呢 我们走投无路 可能呢 我们在 低调的时候 我们在 没有人能够了解 我们的时候 我们在最烦恼 最痛苦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像 大威这样子 依靠 他的神 然后呢 心里 要坚固 换句话说 我们就是 要 仰望神 请问神 请教牧师 为我们 带导 然后呢 我们要 请问耶稣 我们该 做些什么 如果我们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相信 他 不要像 烧罗 去找 巫师 巫婆 算命 烧罗 沙摩尔记 过世了 他找不到 沙摩尔记 他想问神 神又不回答他 他就找那些 巫师 巫婆 那不对的 他不是 依靠 耶和华 他是依靠 那些魔术 巫师 但是 大威就完全 不一样了 他就依靠 耶和华 如果依靠 耶和华的人呢 神一定会 祝福 那最后呢 大威 把他的 他们的 妻子 孩子们 全部带回来 平安 无事 为什么呢 因为耶和华 与他们同在 我们也是这样子 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 我们信靠他的时候 我们心里 坚固的时候 耶和华 主耶稣 一定会帮助我们 度过我们人生的难关 好 我们就提拖道告 亲爱的老爸父 谢谢你今天 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很好的见证 那就是大威 他是你的仆人 但是他在他人生中 也是遭遇着苦难 痛苦 然后呢 主 你祝福他 你带领他 因为他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依靠你 相信你 主耶稣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主 谢谢你 主耶稣 让我们明白 你的旨意 我们感谢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 希望我们这个心 也像大威这样子 依靠你 追随你 请问你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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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荣耀的王将摇起来 荣耀的君王将摇起来 哈利路亚 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 荣耀的王是谁呢 在灯藏上有能的耶和华 万群耶和华 万群耶和华 他是荣耀的王